一接或报案救护车是急忙的来到现场 而救护人员也赶紧替伤者检查伤势 在现场是可以看到脱掉车 好警方随后是也赶到这个地方 而在地面上还能看到有好几条的布卷掉落在满地 原来是停在路旁的这辆蓝色的小货车跟机车发生了碰撞 更造成歧视死亡 车祸就发生在新北市的新庄 寿山路往林口的方向 今天下午1点多的时候 当时开着大货车的36岁零星驾驶 他已经栽到货了 这要是回到新庄的公司路上 没有想到在下坡路段的时候 他却在转弯时开到了对象的车道 虽然驾驶是公司说他当下有踩刹车 不过刹车却是刹不住的 因此是直接的撞上了这个骑士 而警方调查证明26岁的黄姓骑士 他是一名装黄工 当时这样去上班 没有想到途中是遇上了车祸 而抢车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家属接货二号也相当不舍 已经赶到交通分队来制作笔录 而至于货车驾驶的部分 他自己是也有受伤的 不仅是手部有骨折的状况 甚至还有很多处都是被这个碎玻璃割伤 目前还在医院治疗当中 出不了解呢 这两个人的驾照都是正常持有的 而货车驾驶违规的部分 警方会在依法开罚 后续将一过失致死最嫌 将驾驶送办 以上是道庆幸宣伺讨好专注播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